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公元年前一百败中南家 当时中原地区的汉丑和西北少数民族政权匈奴的关系时好时坏 公元前一百年 匈奴政权新传于吉尾 汉姆帝为了表示友好 派遣苏武率领一百多人 带了许多财务 出使匈奴 不料 就在苏武完成了出使任务 准备返回自己的国家时 匈奴尚曾发生了内乱 苏武一行受到牵连 被扣留下来 并被要求背叛汉朝 臣服蝉鱼 以前有个汉朝的使者叫魏律 投降了匈奴 匈奴封他为王 魏律有个副手叫鱼长 建魏律替匈奴出主意侵犯中原 老想杀了魏律 逃回去 他跟苏武的副手张胜本来是朋友 就暗电里对张胜说 准备把魏律杀死了 张胜愿意帮他暗杀魏律 谁知道泄露了消息 蝉鱼教魏律审问于常 张胜害怕 把于常跟他说的话告诉了苏武 苏武着急了 堂堂使者 如果像犯人一样被匈奴审问 会给朝廷丢了 他就拔出刀来向脖子上抹去 张胜和另一个副手常会连忙夺下刀 没让他死 蝉鱼教魏律劝苏武他们投降 苏武一见魏律来叫他投降 又拔出刀来向脖子上抹去 魏律慌忙把他抱住 苏武已经倒在地上 浑身嗜血 魏律叫人去请医生 常会他们哭得不成样子 医生给苏武灌了药 让他醒过来 然后给他涂上药膏 扎住伤口 把他抬到营房里去 张胜就被关到监狱里去了 蝉鱼早早晚晚 派人去问候苏武 还是叫魏律想办法劝他投降 魏律想软劝不成来应的 他先举起刀拦下张胜 张胜贪伤怕死 投降了 魏律又拿起刀来要砍苏武 苏武脖子一挺 不动声色地等着 这一挺 反倒叫魏律的手缩回去了 最初 陈玉太 魏律向苏武游说 徐以丰厚的俸落和高管 苏武言辞拒绝了 匈奴见犬说没有用 就决定用酷刑 当时正值严重 天上下着鹅毛大雪 陈玉命人把苏武关进一个露天的大地穴 断绝提供食品和水 希望这样可以改变苏武的信念 时间一天天过去 苏武在地窖里受寂了折磨 渴了 他就吃一把血 饿了 就脚身上穿的羊皮套 冷了 就说在脚里与皮套取暖 过了好些天 陈玉见濒临死亡的苏武 仍然没有屈服地表示 只好把苏武放出来了 陈玉知道无论转的 还适应的 劝说苏武投降都没有希望 但越发敬重苏武的气节 不忍心杀苏武 又不想让他返回自己的国家 于是决定把苏武流放到北海 金甘肃省民秦县 让他去牧羊 临行前 禅于召见苏武说 既然你不投降 那我就让你去放羊 什么时候公羊生了羊羔 我就让你回到中原去 与他的同伴分开后 苏武被流放到了人际罕至的北海 他发现这些羊全是公羊 在这里 单凭个人的能力是无论如何也逃不掉的 北一与苏武作伴的 是那跟代表汉朝的使节 和一小群羊 苏武每天拿着这根使节放羊 心想总有一天能够拿着回到自己的国家 饿了 秋蛙野草带兔子 冷了 就羽羊取暖 这样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使节上挂着的毛M.O.尾装饰都掉光了 苏武的头发和胡须也都变花白了 在北海 苏武穆扬达十九年之久 十几年来 当初下了命令囚禁他的匈奴禅羽已去世了 就是在苏武的国家 老皇帝也死了 老皇帝的儿子继任皇位 这时候 新禅羽执行与汉朝和好的政策 汉朝帝立即派示臣把苏武接回自己的国家 后来 汉朝使者到了匈奴地区 终于得知苏武依然健在 于是扬言说 汉朝的天子在上林脸中射到一只大叶 变得脚上记着博书 博书中清楚地写着苏武在北方的沼泽之中 蝉羽只好把苏武等九人送还 在昭帝使元六年 即公元前八夜 苏武终于回到了长安 回长安后百姓都出门迎接 称赞他是个有气节的大丈夫 第二年 上官节 上官安父子和桑红阳被人控告谋反 苏武和上官父子桑红阳原来关系很好 加上他的儿子也参与其中 苏武被罢官 昭帝死后 苏武因为参与了拥立汉宣帝 被刺绝冠内侯 苏武去世后 汉宣帝将其列为麒麟格十一功臣之一 彰显其节操 返回苏武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不知名棘子